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时吴小姐心情很激动 讲话都有点讲不太清楚 我们值班民警第一时间将吴小姐的心情安抚下来 让她慢慢跟我讲当时她发现家里被盗的距离情况 吴女士在讲述家中被盗的情况时 由于受到惊吓 表达有些语无伦次 外面我们就想去问她被盗的情况 吴小姐说家里比较贵重的物品被偷了 我们接着问她是什么东西 吴小姐就跟我们说她父亲的名表被偷了 因为她可能也比她年轻法律意识也比较强 没敢翻动 现在我们再来罢案想请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因为如果不迅速赶到现场的话 对现场进行检验查 现场的很多痕迹物证 有可能就因为环境的变化 还有人员的变动 导致痕迹物证的灭失 在这个对现场进行检验查的同时 我们的侦察人员也会对现场周围的环境 一些人员进行调查走访 吴女士的家位于景德镇城区中心 由于案发位置属于一些居民所建的私房 整个区域看上去有些僻静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那个院门是锁着的 它那个大门也是锁着的 打开门就进到院子里面 就发现一楼房间那个防盗窗上 有被搬断的痕迹 当时我们仔细看了一下 没有工具痕迹 不是翘也不是剪 是用 就是用暴力把它拉开 搬断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孔 当然这个洞也不是很小了 足够一个人钻进去 负责现场勘察的办案民警初步判断 犯罪前一人翻墙入院 在强行破坏防盗窗后 从窗口进入房间实施盗窃 从客厅的现场情况来看 不像是一个被盗现场 因为它的翻动痕迹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二楼 进入二楼卧室 我们在卧室内看到的现场情况 跟一楼很类似很类似 办案民警根据施主吴女士的描述 被盗物品主要在二楼卧室内 重点对二楼进行了勘察 办案人员在勘察的过程中发现 犯罪嫌疑人非常狡猾 有意识地还原现场 给我们的直观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现场它翻动不大 而且那个犯罪嫌疑人进去很从容 他甚至偷了东西以后 还把那个抽屉把它关上 办案人员一边勘察现场 一边对施主吴女士进行询问 很快将案发时间固定为 5月15日下午12点到14点之间 在11点多我们都还在家 11点多11点半这样快去吃饭了 然后家里在锁栏门没人 吃完饭吃个饭也就一个来小时 中午回来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 发生了这件事情 尽管犯罪嫌疑人胆大狡猾 实施盗窃期间不忘还原现场 但是细心的侦察员在随后的谈验中 还是提取到一枚残缺的指纹 和一些比较清晰的血印 主卧室的地面上也发现了和那个一楼 就是地面上相同花纹的可疑血印 分析了可能就是一个人进来 当时我们在现场看到所有地面上只有发现一种血印 警示主吴女士清点被盗物品 最后确认被盗三块名表 总价值将近二十多万元 当时吴小姐叫做说 他说这个实施的三块手表 总价值有二十多万 当时我们在场里听到都非常的震惊 二十多万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这是一个不小数目 就在半岸民警 对施主吴女士甲中被盗带三块名表 进行侦察时 2014年5月31日 另一位施主陈先生 通过景德镇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案 声称 位于景德镇城区的 豪德园林分厂附近的家中被盗 警方赶到现场以后 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样由外墙泛入院内 在强行撬开厨房防盗窗以后 进入房间实施盗窃 当天大概两点来钟 我午休之后就出去了 回来之后大概就在四点来钟吧 跟平时一样 在家里一转 就发现那个厨房那个窗子的铁扇 给搞断了 施主陈先生和女儿一家居住在一起 陈先生连忙将女儿探回家族 经过查看 发现犯罪嫌疑人 盗走女儿的黄金手镯一个 和一款新的苹果4S手机 因为他头天买的手机 特意地藏在那个一个地方 因为他那个老公的话呢 40岁 他就等了40岁的时候来送给他 从2014年5月15日 吴女士家中敏感被盗 到5月31日 陈先生家发生尸弃案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景德镇中心城区 相继发生两起入室盗窃案 而且犯罪嫌疑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活动非常长绝 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高度关注 515案件发生以后 我们通过工作 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那么531又发生了 类似同样的案件 那么在这个两个案件中间 是否还有其他案件发生呢 所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 就在这个加大了工作力度 和扩大了我们的工作摸牌范围 随后 办案人员加大了调查走访的范围 这个走访调查的结果 让民警有些吃惊 通过大面积的排查 这个结果让我们是有点意外的 在2014年的3月到5月期间 现在发生了有20多起 类似的盗窃案 盗窃的时间都是下午1点到4点 盗窃的方式都是通过攀爬进入院内 再强行撬开一楼的防盗窗 从窗户进入室内进行盗窃 让办案民警感到惋惜的是 一些被盗的居民因为某种原因 并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 我们中国走访在跟群众的聊天 和讯闻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有些居民 他们可能家里损失的物品 价值不是很大 他们也觉得报案比较麻烦 所以就没有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但是这些频繁发生的盗窃案 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连环盗窃案的发生 给当地一些居民的心理留下了阴影 很多私房主开始养犬 或者安排家人职守 有条件的该养狗的养狗了 该装防盗防盗了 我们家防盗也装了 本来这个通往卧室的楼梯 通往卧室不该有门的 也装了另外家装了一个铁门 心里有些担心呢 有些不好呀 这个小的不知不觉的 晚上不进来 从雨点感觉不好 防盗意思还是有 但是没想到的话 还是没有防复的小偷 心里是比较难受 光天化日之下 景德镇城区发生连环盗窃案 办案人员调查取证 案件线索比较凌乱 狡猾的弃贼行踪难逆 一名女子与案情有诸多关联 画单里的秘密 天望盘墨正在播出 江西景德镇城区自2014年3月至5月 将近发生20多起入室盗窃案 长江分局赶到 连环盗窃案的发生非比寻常 立刻向景德镇市局汇报 景德镇市公安局立刻成立531专案组 抽调精干警力介入调查 案情分析会上办案人员发现 案发位置大部分集中在 景德镇市区的城中村 几乎全是老百姓的私房 坐在位置偏僻 没有视频监控 也没有更多的痕迹物证 成为侦破案件的难点 若是盗窃这种案件 侦办起来是有点难度 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也没有明确的这种调查对象 有些可能是刘酸招案 或许政经的难度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是坚持破大案和抓小案相结合 一方面我们抓大案 严厉打击严重的行事犯罪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不放过小案 因为这些小案 与人民警衆的安全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将调集精兵强将 采取多种侦查措施 多几种联合作战 力争尽早脱合此案 由于案发集中在当地老百姓建造的私房 案发周边没有视频监控 反对嫌疑人欢愿现场和反侦查的意识较起 当案民警首先在痕迹物证上做工作 希望为下一步的案件侦查提供帮助 因为当时在现场我们提到的一枚残缺的指纹 然后我们就拿回我们技术中队进行的一些技术处理 然后就拿到我们内网的库里门去进行比对 机阵民警通过现场提取到的残缺指纹进行网上比对 但是经过一番工作之后 没有找到相对应的结果 到了网上以后呢 就是比对其他那个其他单位采的那个嫌疑人的指纹 那应指纹跟我们现场指纹比对 但是这个情况一直没错 指纹比对没有结果 那么在案发现场 警方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的血迹 是否能够通过DNA检测找到一次线索 那个防盗窗是金属的 他可能在作案的时候呢 自己不经意 留下了DNA的那个痕迹 就是留下了血迹 而我们当时就采了血 采了血 然后我们就送到试取 进行那个 到那个DNA库去比对 办案民警对犯罪嫌疑人 一留在现场的血样 进行仔细的检验 把结果和网上追逃的 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 进行筛选核对 一番查验之后 同样没有比对出相同的结果 等于说我们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呢 虽然我们取得了物诊 但是呢没有对我们的破案提供 有效的帮助 他只能作为这个定案的使用 对我们现在这个破案的 即使破案的 作用不是很大 指纹和DNA的比对 没有进展 侦查工作 一时陷入困境 办案民警 面对二十多期 注释盗窃案 希望从创变案中 找出关联的线索 尽快破案 这二十七起的案件 经过大家的研判 一致认为可以穿币 但是 这个案件是一人作案 还是多人作案 是本地人作案 还是外地人流窜作案 这个大家争议比较大 尽管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争议较大 但是 在经过深入的研判之后 办案民警 慢慢对犯罪嫌疑人 有了一个 较为清晰的品判 综合这么多起 案件的现场情况来看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就是犯罪嫌疑人 单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对这个作案地点 包括作案周围的环境 有一定的熟悉 但是不是说特别熟悉 其中一个司祖 是我们警政的陶瓷大师 在他家里 存放着很多自己的作品 随便一遍作品都很值钱 这个犯罪嫌疑人 反而没有动 从这一点 我们又可以判断出 这个犯罪嫌疑人 根本不懂值钱 所以我们觉得 犯罪嫌疑人 是外地人的可能性 比较大一点 办案民警经过研判 对系列盗契案的犯罪嫌疑人 有了一定的刻画 那么 这些盗契案件 能否侦破 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该如何确必 我们下一步的侦查 首先 是对重点区域 可能发案的地方 进行守候 同时 对于张物 我们还是要进行布供 尤其是 被盗的一个司祖家的 新的手机 我们认为这方面 还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 于是 景德镇市公安局 长江分局的办案民警 兵分两路 一方面 对景德镇的二手手机 电脑视窗 商店等 进行走访 查找被盗物品的去向 另一方面 开始对施主 被盗的新手机号码 进行调查 司祖家里是 被盗了一台 那个iPhone4的 新的手机 这个手机 被卖的可能性 肯定很小 那我们当时呢 就怀疑呢 犯罪权益人 使用了 这个手机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 当然了 我们也是抱着去 看一看的态度 然后就去了 那个移动公司 然而 当办案民警 通过电信工作人员的协助 拿到施主 陈先生 被盗的手机画单时 经过查看 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我们看到那一个 我们心里 有一丝狂喜 说实话 因为我们看见了 这个手机 在被盗之后 竟然有人使用了三天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也许可能是个突破口 看到划单的侦察员 有一丝兴奋 再仔细翻看 又有些沮丧 接下来我们详细看一下划单 那三天之后呢 这个号码就停用了 办案民警 没有轻易放弃这条线索 而是将划单取回 连夜进行分析 发现仅仅使用三天的手机 密密麻麻 竟然有着三十多个通话记录 侦察员耐心地 进行核对 希望从中找出破绽 通过我们分析呢 就发现一个手机号码 尾数为113的 跟那个市主被盗的 这个手机号码 在案发后三天 通话次数很多 然后通话时长也很长 警方围绕市主被盗手机的号码 对划单进行耐心的梳理 从中找出了犯罪嫌疑人的 活动轨迹 发现了一个 尾号尾1123的关联号码 非常可疑 从我们公安机关来说 我们肯定要追根问题 要把这个尾号尾1123的 这个号码的基础 它的信息 它的社会关系 我们要摸清楚 很快 侦察员对尾号尾1123的基础 进行调查 通过查询 警方发现 尾号尾1123的基础 姓王 是一名已婚男子 而且这个男性 有固定的收入 家境应该说比较还可以 是我们指的是一个 大型企业的职工 应该说他状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的 王姓男子家境殷实 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在王某的周围 是否存在与案件相关的 关系人呢 我们就试着 请那个联通的工作人员 帮我们查一下 有没有以王某的名字 登记了其他的号码 然后一查 果然发现 以王某的名字登记了 还有一个尾号为0023的号码 办案民警发现 王某的身份证 共办理了两个手机号码 一个尾号为1123 另一个尾号为0023 其中与犯罪嫌疑人 有关联的 尾号为1123的手机号码 王某并未使用 王某怎么有两个号码 我们通过话单分析 发现原来王某 平时使用的号码 是0023 1123这个号码 原来是王某的老婆使用的 侦察员确定 尾号为1123的手机号码 为王某的妻子使用后 案情有了进展 办案民警隐约感到 案情的复杂程度 绝非一张画单那么简单 难道这个王某的妻子 和犯罪嫌疑人有关联 下一步的案件工作 该如何开展呢 光天画日之下 景德镇城区发生连环盗窃案 办案人员调查取证 一名女子与案情有诸多关联 狡猾的窃贼行踪难力 案件线索实意实现 画单里的秘密 天方栏目正在播出 侦察员通过 使主陈先生被盗的 苹果4S手机 查出实际两小时后 手机竟然有了通话记录 且在使用三天后停机 办案人员推测 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可能性 比较大 又通过三天的通话记录 查出手机尾号为 要有二三的一名已婚女子 与案情有关联 警方很快将调查方向 转移到何某身上 何某现年27岁 已婚 在景德镇某宾馆上班 我正没了解发现何某 最近名表名包轮流患 出手也十分的阔绰 与他平时的消费 有很大的出路 就在此时 另一路负责调查 被盗物品去向的侦察员 在走访景德镇一家大型商场时 也搜集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到我们走访到 我们景德镇一个大型商场 钟表维修店的时候 钟表维修店的老板告诉我们 在十多天前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到她钟表店来换过一个表带 原来在2014年6月底的一天 景德镇某商场钟表店老板 接待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 这位女子见到钟表店老板后 拿出了一块精致的手表 要求换表带 这个钟表店老板就告诉这个女孩 这个表很值钱 就问这个女孩 这个表是哪里来的 这个女孩就告诉老板说 把男朋友送的 但是他对这个表的价值 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是觉得这个表带不好看 可能就过来换一根表带 然后这个老板就告诉这个女孩 这个表可能值十多万块钱 这个女孩听到 也可能表示了惊讶 在换表带的过程中 年轻女子感觉 钟表店的老板服务态度好 手艺也不错 对新换的表带比较满意 所以这个女孩在听到 老板说这个表比较名贵以后 就觉得这个表 如果以后维修 或者是换表带 方便的话 就想还是找这个老板 来进行更换或者维修 她就主动找这个老板 要联系方式 然后这个钟表店的老板就问她 你有没有微信呢 我们微信互相加一下好友 然后这个女孩说我有啊 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在微信里面 加了好友 办案民警很快通过 钟表店老板提供的微信信息 得知这名年轻女子的身份 根据钟表店老板 提供给我们的女孩的微信号 结合我们前期侦查的 王某的妻子 尾号是1123的手机号码 这个微信号和这个手机号一碰撞 刚好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在锦德镇市某宾馆上班的 一位姓何的女士 难道这个何姓女子 就是警方要找的人 一名已婚女子 怎么会和一个连环窃贼 又瓜葛呢 为了尽快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办案人员带着种种疑问 决定与这名姓何的女子接触 我们对何某的询问是从我们最初分析的 话单开始的 我们当时就问他 从5月31日到6月2号这三天的时间 有没有一个尾号是077的号码和他联系过 他最开始犹豫了很久 不想说 最后他还是告诉我们说 有过联系 后来我们就问他 这个尾号是077的手机号码 是谁的手机号码呢 他告诉我们说 是一个余某的手机号码 余某现年35岁 江西都城县人 先后在都城和景德镇打工 平时游手好闲 有赌博吸毒史 后来我们就问何某 余某跟他是什么官乡 为什么会联系他 他就告诉我们说 普通的男女朋友有关系 办案人员经过进一步询问 何某一再强调 余某只是一般的普通朋友 其老公王某并不知情 经过调查 何某在案发时间段 均在单位上班 也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其实我们询问何某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左手带了一块银表 并且表带是红色的 刚刚换上去的 我们就让他取下来 给我们看一下 经过比对了 我们发现跟我们其中一起 盗击案被偷的手表 很相似 和那个钟表店提供给我们 说换表带的这个情况 也比较相似 那么正在这个情况 我们基本可以确认 和这个何某认识的 那位余某 与近期发生的多起盗击案 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 办案民警对何某所带的手表 进行一番打探之后 不动声色地将手表还了回去 并希望何某配合办案人员的工作 我们在接下来的询问当中 就明确告诉了何某 如果他和余某还有联系的话 就要向我们公安机关 反应 因为这个案件还在侦察当中 我们也没有明确告诉何某 余某所犯的什么罪 那么何某 在我们的询问过程当中 也一直声称 他跟这个余某 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也不知道他现在的电话号码 很长时间没有联系 那么为破案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们只有让何某离开了 让何某离开 意味着寻找犯罪嫌疑人的 唯一线索又将中断 那么这个何某 与犯罪嫌疑人余某 到底有没有关系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 难以启齿的隐情呢 光天化日之下 景德镇城区发生连环盗窃案 办案人员走访调查 一名女子和案情有诸多关联 狡猾的窃贼行踪难密 案阵线索时已实现 一桩连环盗窃案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隐情 画单里的秘密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办案民警通过询问何某 确认了犯罪嫌疑人余某的身份 但是何某否认了与余某仍有交往 也不知道余某目前的联系方式 案情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于是办案人员不得不重新回到犯罪嫌疑人余某的通话记录上 这个尾号为0777的手机 反罪嫌疑人余某虽然只使用了三天 但是在三天之内就与何某通话达三十多次 反罪嫌疑人余某为什么与何某这么频繁的通话 我们通过对钟表电的调查 何某手机使用情况调查 和对何某的询问 发现何某和余某的关系 并不像何某所说的那样的一式普通的朋友关系 凭我们这个感觉 他们中间可能还有一滴的隐情在里面没有说 这两个号码都跟王某 景德镇市公安局长江分局的办案人员 隐约感觉到何某和犯罪嫌疑人与某的关系不同寻常 在密集的通话记录的背后 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们综合各路的情报进行分析研判 可以断定要找到嫌疑人 关键点还是何某 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 被盗的贵重手表怎么会在他身上呢 办案人员决定以何某为突破口 将案情彻底调查清楚 考虑到何某已婚 他与犯罪嫌疑人余某的关系 其家人并不知情 于是办案人员采取秘密侦查的方法 引命监控何某的活动 在何某递开我们行李队之后 我们就带他进行了匿名正常 发现何某在递开行李队的第二天 上班的时候 就用他单位的固定电话 拨打了一个尾号是3895的手机 警方寒快查清 这个尾号为3895的手机 是何某通过单位的固定电话 拨打出去的 并且发现3895这个手机号码的所属地 不是景德镇 而是江西颇洋 如果我们调查以后 就发现这个3895的号码 是最近才开通的 然后根据我们的分析 这个3895的号码 就是犯罪嫌疑人余某 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出 何某在我们公安机关说的法 他仍是与犯罪嫌疑人余某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掌握这个情况后 侦察员加大了对何某监控的力度 在进行跟踪的过程中 发现何某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 而且仅与家人和身边的朋友交往 再没有与尾号为3895的手机号码 有过任何联系 但是根据我们侦察员长期的侦察经历来说 感觉这种平常之中 微微地透露出一点不平常的感觉 侦察员坚信 犯罪嫌疑人余某仍会和何某联系 连续跟踪七天之后 2014年9月4日傍晚 侦察员发现 何某开车绕着景德镇长区转了一圈 然后将车开到了 位于较为繁华路段的浙江路 最后在一家比较时尚的餐馆停了下来 那么此刻已经走向餐馆的何某 是一个人就餐 还是约了什么人呢 何某进了餐馆之后呢 他向服务员要了杯饮料 然后点了两个小菜 给我们感觉就是好像在等人 然后根据我们侦察员的观察 他似乎又不像在等自己的老公 何某在餐馆一边喝饮料 一边发微信 而此时警方刚刚得到消息 犯罪嫌疑人余某 已经与当天中午 从江西鄱阳流窜到了景德镇 侦察员判断 何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 见面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决定用我们的手机 通过微信的方式 搜索附近的人 罢安民警通过手机 开启微信询员功能 搜寻的结果 让罢安人员为之一振 终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余某的 确切位置和线索 我们发现在这个周边 四百米的范围内 不仅有何某的微信存在 我们还发现了 嫌疑人余某的踪迹 我们于是判定 这个嫌疑人余某 应该也就在这个餐厅的附近 不出侦察员所料 大约过了十分钟 负责跟踪的侦察员发现 一名男子缓缓地走进了餐馆 与何某见面 此人正是犯罪嫌疑人余某 在确认何某和犯罪嫌疑人余某 正在共进晚餐的信息后 我们认为抓捕的时机到了 于是我们的侦察员 果断地对犯罪嫌疑人余某 实施了抓捕 同时将何某一并带到了公安机关 进行训问 经审讯 余某尊重交代了 在景德镇城区多地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据余某交代 他与何某在2014年初 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之后 就经常邀请何某一起逛街 投其所好 满足何某的需求 而犯罪嫌疑人余某在与何某交往的同时 还利用其他社交网络 与多名女子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当初我们在询问何某的时候 为了方便破案 并没有告诉他犯罪嫌疑人余某 具体涉嫌什么犯罪 在传犯何某之后 犯罪嫌疑人余某欺骗他 称自己是因为打架斗殴 被公安机关调查 就在这种情况下 何某因犯罪嫌疑人余某的要求 就自己亲自开车 悄悄地将犯罪嫌疑人余某 从景德镇 送到了波阳县城的一个乡下躲了起来 然后何某就频繁地用微信 或者是单位的固定电话 和犯罪嫌疑人余某一直保持着联系 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这个案件破获以后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就这个案件里面涉及到这个女的 她本来是有正轨的家事 也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她在跟犯罪嫌疑人的交往过程中 她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觉得是不可取的 因为她是通过玩微信 找朋友 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跟她这种交往 而且正因为她这种包庇行为 还影响了我们的侦查办案工作 她由此也付出了城中的代价 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惋惜的 目前犯罪嫌疑人余某已被刑事拘留 何某也因涉嫌包庇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如今何某已经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错 而犯罪嫌疑人余某也晋升下无情的告白和忏悔 2014年10月9日 为了震慑犯罪 景德镇市公安局将531系列盗窃案中 民警追回了被盗物品 让施主进行了认略 一些施主看到被盗的物品 施而复得 喜出饭观 很激动 这是可以说 不是说在乎价钱的价值的多少 就是说这些都是纪念 我们要感谢那个施主的 那个神兵神将 看到群众满意的神情 对于保一方平安的办案人员来说 内心也无比自豪 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些施主 把自己的被盗物品领回去 这种高兴镜 我们看到这种场景 确实我们心里很有感触 虽然我们的民警很幸福 但是我觉得 今天这种场景我看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自豪 祥和的小城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巨大秘密 神秘的女人 行踪诡异的男子 蹲守 排场 数不惊的事业业 警方艰苦准重 黑幕中的飞幕 谜团中的谜团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汉人心魄 暗战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り